如果我今天希望只能够拆三次的话 或者只能拆四次,拆个次数的话 那要怎么做?其实很简单嘛,把换维圈改一下就好了 所以呢基本上换维圈是无穷维圈嘛,所以如果你只能拆 三次的话,记得你这边可以把换维圈 我先把它注解掉,Ctrl加斜线,把它保留下好了OK 然后改成4维圈 4E in range,OK,这个蛮固定的,所以如果有些程式固定的话,你大概会把它变成一个公式 然后从第一次到1,2,3次的话 那理论上当然你会想说是不是要填入四 不过特别说话,如果你填入四的话,它是 这应该是多一点,OK 应该是1,2,3,四就调理了 可是问题啊,请各位注意一下,上面还有一次 这个是第一次 所以本身这个会是第一次 那如果说你将来呢,假如说 你没有 没有把它算进去的话 那如果说你1,2,3,那应该会是四次 有没有,1,2,3,那这个又加一次 会变成说第四次才跳的 可能要注意一下 我之前也没有特别注意 所以如果说这个算进来的话 那应该这边要把它改成3才对 不然我试一下,有没有看 比如说四嘛,那就1,2,3 对不对 那我们来试一下,假如直行 那你会发现我都乱拆好了 比如说就是1,Enter 2,Enter 3,Enter Enter就多一次了 对不对 4,Enter 他就没有了 OK,有没有 那意思是说,这个 这一次的话,指的就是这个 那后面的话呢,就是 1,2,3 OK,应该可以 看懂这意思啦 OK,所以 以后的话,你如果希望呢 让程式值跑几次的话 就把什么了 把fire回圈,改成for回圈 就这样而已啦 应该没有很困难吧 OK,这前面也蛮,写蛮多次的 所以以后,如果你希望呢 让程式 一直跑,跑到他某个条件发生才跳离的话 你用fire 那如果你有次数的限制的话,用for OK 所以其实基本上就控制嘛 以后这种 Python 它的优点就是 以后 任何的装置上面都可以 安装Python 你可以直接写程式去控制 每一个装置 甚至他们互相会串在一起 那你可以有一些命令嘛 比如说 你希望 把家里 所有一切的 但前提是他本身就有 有那个Python在里面啦 我以后 蛮多东西都会 已经 可以写程式了 所以未来蛮多地方 你只要有这种逻辑概念的话 那你就可以去控制他们了 物联网的概念 OK 也许你现在身边比较少这种东西啦 不过未来 应该到处都会有 那你就可以利用你的手机 去控制所有的一切 身在手机上 也可以写一点程式 控制你一个装置 甚至以后每个装置 他 都允许你写一点拍电程式 去 让你 去 比方你要 让他什么时间 做什么事情 有冷气机 OK 电视机 等等一切啦 这太多了 都可以具备有这种程式的能力 OK 那 这个 稍微修改有次数限制 那后面的话呢 我们还有一题 就是说那个 我们再来 后面的话 还有拆 那个什么 不过我这边稍微改一下 这三次 这应该是四次才对 所以 这边的话 可能程式稍微改一下 然后再来的话 就是猜拳游戏 猜拳游戏的话 剪刀、石头、布 假设我要 写一个 剪刀、石头、布游戏 就是 如果呢 我出 剪刀的话 这边有个 一、二、三分别是 一、一是剪刀 二是石头 三是布 四是结束 那如果 一、二、三、四以外的 那 比如输入五的话 我这边有防呆 你要怎么 有没有 输入错误 请重新输入 有没有 但你这边没写的话 OK啦 只是说 以后呢 你要想的 更多一点 更周延 就是 如果你输入的数字 不在一、二、三、四以外的话 那你比方说 输入错误 你要防呆一下 OK 所以我这个程式里面 有防呆的机制 就是如果你输入不对的话 那不行 那一的话呢 那意思是说 我要跟 电脑玩 剪刀、石头、布 那比如说我今天呢 我不知道他要出什么 可是我要先出嘛 比如说我出剪刀 然后呢 他就会乱数跑 乱数的话呢 就是 剪刀、石头、布嘛 所以其实也 类似像刚刚那样啦 我就是避开第一个 一的话就剪刀 二的话是石头 三是布 那我就 让他random一下 随便跑一、二、三 随便一个 如果一的话就剪刀 二的话就石头 三就布 然后我出剪刀嘛 然后他出什么 我不知道 那enter的话呢 我比一下 电脑出了布 有没有 布的话就是实际上 他一、二、三 他random出现三 那三的话呢 他跟我比 结果呢 我出剪刀 那我比一下我赢了 OK 所以一样 所以这边的话我再出 石头 OK 那他出什么 enter 电脑出 又还是出布 OK 那他 我输了 那当然目前的话呢 这个功能里面没有 就是 把它记录到底我赢几次 或者是输几次啦 不过未来你们可以自己去写这些东西啦 如果可以把它写出来的话 那真的的话 就可以 跟电脑玩游戏 甚至未来你也可以怎么样 可以两两互相连线 互相对战 随便也还蛮好玩的 OK 如果这个可能要后面延伸 那我们来看一下城市 因为 时间的关系 我们可能没有那么多时间 所以我大概直接来看一下 城市该如何写 如果你没有时间的话 可以自己想想看 我讲过城市没有标准答案 我这边只给各位参考答案 那至于怎么写会最好 你可以有自己的感觉 你可以用自己习惯的逻辑去写 都没关系 那我只是给你一个大概的架构 OK 我想到的 因为像这种城市 每个老师写都不一样 而且这个我写了很多次 最后final的版本 OK 那我怎么写 分享一下给各位看一下 这个以前是在Java里面写过 是用Java写的 后来的话 在拍反正其实基本上都一样的东西 改一下而已 所以第一个的话 第一个 也一样 我先一个 串列 串列的话 一样避开第一个 主要原因是因为这个0 那因为我要123 如果我要一个0 这样很麻烦 你总不能跟user说你输入012 那感觉怪怪的 干脆123好了 所以我觉得 在Excel里面蛮棒的 因为Excel它是从1开始 它不从0开始 如果从0开始很麻烦 好那这边的话 当然会有1冒号 我要防待一下 第一个 那第一个的话 Random一下 它的乱数抓什么 抓1到3 Random range 这个前面 丢给S 这个表示 电脑出的 它到底是出剪刀石头布哪一个 OK 那接下来我要怎么样呢 我出什么 所以我要input 让使用者 输入一个 我刚刚是先输入什么 输入5的话 OK 那5的话 你会发现我这边有防呆 第一个的话 如果 m小于1 或m大于4的话 意思是说我刚刚输入5 那会跑这个逻辑 m它已经大于4 那所以 它会跳什么 输入什么 这边会print什么 print跟使用者说 你输入错了 这个地方输入错了 那因为呢 我已经坏有1 所以它要弹回去 OK 弹回去之后的话 又出现了 让使用者输入 所以这个时候我又输入1 输入1 那S 就是1了 1之后的话 接下来怎么样 那 不跟上 这个地方的话呢 randon它要重新再跑一个数字 那我这边输入1 所以这个应该m里面是1才对 应该是这个里面 我输入1嘛 OK 输入1 那比一下 是不是小于 这个 不是 所以它往下一个 往下一个之后的话呢 接下来的话呢 我就是跑elf elf的话呢 如果等于4的话 那结束了 结束的话就这边 printer 离开那个 游戏 OK 然后break 那反思的话呢 我要做什么 其实剪刀手部 其实 最后只会有三种结果 第一种结果是我赢了 第二种结果呢 是我输了 第三种结果是平手 所以呢 后面 其实我就把 这三种结果怎么样 把它列出来就好了 OK 应该可以懂我的意思吧 所以我是把逻辑 尽量写简单一点啦 不过这边给各位参考啦 绝对不是标准答案 因为每个人写出来 都不一样 OK 所以回去的话 你可以改没有关系 你爱怎么改 甚至你可以改得越简单越好 或者你也可以改成 毕竟剪刀手部啦 看有没有别的游戏吧 都可以去变化一下 那我这边的话呢 如果我两个一样的话 那表示什么 电脑出了 这个东西 我在把它出的这个 因为 这个 是一个数字 如果要抓 剪刀手部的话 必须把这里面的那个 文字 把它串在这边 电脑出了什么 平手 两个一样 平手 那另外的话呢 什么情况 是我 我赢的呢 比如说我今天 假如我出了二 二是石头 那他一定要出什么 出剪刀 有没有 或者是说我出剪刀 那他一定要出布 或者我出布 他出石头 所以列出来的话呢 会有三种可能性 是我赢 电脑输 那相反的就是 电脑赢 我输 刚好颠倒过来 所以这边的话 就列这个 列这个 最后的话 程式就写完了 大概是这样而已 其实没有很复杂 这个应该前面都有带到 有没有 所以今天这个 剪刀石头布的话 就提供给各位参考 顶多是说呢 我这边多一个防呆 防呆就是说呢 让他不能够随便输入 1234以外的那个数字 OK 4的话就跳里 所以我这边的话 如果我今天 假如输入4 Enter 他就离开了 OK 所以这部分的话 剪刀石头布呢 就给各位参考一下 那因为后面呢 还有一些 蛮重要的 今天的话呢 接下来我们要来看那个 串列部分 所以这个剪刀布 也许请各位回去 再找一些时间 去了解一下 因为 在拍子里面 如果你不懂 几个重点 串列 档案 跟资料库的话 其实这三个如果你都没有学好 后面要用 基本上 几乎没 没办法用 为什么 因为你不可能说很单纯的只是处理几个 简单的变数 你一定是处理一堆的资料 尤其是大数据分析 他过来的东西 一定是一堆东西 那一堆东西要放哪里总不可能说丢到一个字串里面吧 他一定是要丢到一个串列里面 那也许是一个外部档案 OK 所以如果人家给你一个档案 那你要怎么样 把它 放到拍子里面 然后跑完之后 再把结果告诉他 因为要输出一个报表 对不对 或者说你要把它存起来 那它存哪里 你有目标再存一个档 所以一般会存在资料库里面 所以 想用 因为这个比较重要 所以有些地方 我看我们就 集中火力 直接来看 不然的话 今天 要把这些讲完 真的太 好 可能没有那么多时间 这课程其实基本上12个小时真的是讲不完 OK 后面其实还有啦 像网路爬虫 或者其他的 像辨识等等的 很多很多很多的意用 但是 都是从这边衍生出来的 OK 所以 请各位也许先把那个 就是刚刚的那个剪刀手部稍微看一下 另外的话呢 也稍微了解一下 什么叫做串裂 OK 那串裂这边我提到一些 相关的观念 OK 其实简单讲起来啦 如果讲白的 它有点像是 Excel里面的像这个东西 一个串裂 两个串裂 三个串裂 所以未来 大概 在拍摄里面如果一个串裂 中瓜谷 那如果你有很多个 你就是 第2个第3个第4个 那以色列的好处就是 反正你 第1个就放A栏 第2个放B栏 第3个 你可以一直往下放 但Python 比较没有那么方便 其他的话 提供一些方法 然后 再来的话 待会呢 我们会 来一个练习题 就是输入成绩 比如说我今天有 好几个学生的成绩 大概我不知道几个 那我要让 学生的成绩输入之后 并且 帮我算出 四个东西 你输入几个学生 总分几分 平均几分 那平均的话要取到 小数点的第2位 这地方该怎么做 比如说我这边 Demo一下 输入成绩 他大概就知道 让他输入 输入完 就输入 再打-1就可以了 所以如果不是-1就继续 比如说 第2个成绩 第3个成绩 OK 第4个成绩 最后的话呢 已经输入完了 没有了 -1 请你告诉我 里面我刚刚输入几个学生 的成绩 4个嘛 但不是用眼睛看 他帮我记录 Enter之后的话呢 然后他要帮我算总分 还有平均 OK 他跳这个 几个 这个要告诉他 总分 还有呢 他的平均 取到小数点的第2位 这怎么做 里面的话当然如果用之前所学的可能不太够 所以你必须要学会怎么样 使用串列 然后串列的话就有点像把成绩 放到这边来 就有点像你新增一个工作表 然后把成绩打上去 有没有打在这边 但问题 在以seal里面真的简单太多了 对不对 你就直接怎么样 直接要几个 他里面就有 然后平均的话这边有 加总有没有 加总直接有 有没有 然后平均的话呢 你就直接 在这边有个平均嘛 然后告诉他平均在这里 打个勾就好了 对不对 如果小数点第2位的话 你就是增加2位就好了 但是问题 我们现在不是交 是说要做一样的事情 可是却不在 以seal里面 那你要怎么做出来 OK 所以 学成事你就会开始怀念以seal 但是问题是我们不能永远就停在那个 用滑鼠键盘那个年代 变成说你以后呢 尽量就 当然有好工具啦 可是 你变成你慢慢要进化啦 OK 这也是 没办法的事情 各位试一下 画面先还给各位 所以呢 再来的话就了解那个串列 那个串列其实它的重要性 就有点像 easeal里面你可以 很随意的在上面填资料 OK 只是说一个是看得到 一个是看不到 所以在easeal里面 如果你不能填资料 那他拿来做什么 所以最重要 Python一样的道理 也就是以后 easeal里面所有的事情 Python都可以取代 但问题是 easeal是看得到的 Python是看不到的 OK 然后另外的话 easeal它有个缺点 是你一定要滑鼠键盘 自己去做 但Python的话呢 就全部 都是用电脑 只要 反正你执行的话 他会自动去run 所以不需要有人在那边滑鼠键盘去点 他会自动去执行 OK 所以这部分的话当然 他有蛮多地方是 不一样的 我只是举个例子 他们很多地方是相似的 只是说为了 我们将来 可以处理更多的资料 那你如果用人工来做这些事情输入的话 那永远输入不完 或者你可能要找很多人帮你输入 但是如果说将来呢 你可以用Python自己去抓取某些资料 自己把它做完 自己产生报表 根本就不需要人 在背后去做这些事情 那你的人工就省下来了 OK 所以目前 其实在业界呢 职场上慢慢 有一 媒体里面常常听 以后有很多人工作会被取代掉 其实这是 这是一定的 这是必然的 就是我们现在学的 因为如果你会写程式的话 那些人可能慢慢没有工作 因为你可以把他所有一整天的 用滑鼠键盘做的事情 全部都变程式了 对吧 OK 那只是说什么时候发生 早晚的问题 OK 所以我 听到职场上蛮多一些 比较资深的员工 他们其实还蛮排斥这个 尽量说 不可能不会的 不要学 为什么 因为他快退休了 但年轻的 你不可能说你 你不会遇到 你一定会遇到 所以你遇到的话 你又跟 老一辈一样的话 那其实你就没有什么存在的价值 所以也许会被 换掉 或者是怎么样 所以其实如果 早晚的问题 就像说我 大概20年前开始教电脑的时候 其实我那时候教了什么 教卧的文书处理 20年前 教文书处理 你想文书处理现在谁学 对 因为那时候 是 还是一个专业 但是20年之后的话 已经不是什么专业 可是20年之后的话 这个东西呢 可能你现在觉得 这个好难 这怎么大家都 要打这些层次 好复杂 可是你在 往20年之后看 可能20年之后的人看 现在我们做的事情 这个Python还要学吗 不是每个人都应该会的吗 OK好 不知道各位能不能理解 这个 就可能有的时候时空条件不一样 将来的话 可能大家会认为是应该的 但是现在你会觉得 这个好难 OK 所以这部分的话 我想 当我们一样按部就班 反正就是 将来呢 我需要做 就是 第一个 把资料怎么放到串列里面 第二个让他帮我统计出有几个人 总分几分 平均 几分 并且 平均的话呢 取到小数点的 第二位 OK 这里 待会我们再来看 好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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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